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当如何赞美神呢? 诗诗集第五章是《底伯拉之歌》 底伯拉带领我们一同来数算上帝的座位 一起来赞美 神兴起诗诗来治理撕裂人,赐下平安 但当诗诗过世后 百姓开始转离神,去拜偶像 哇哦,他们忘记神的恩惠 去敬拜偶像的结果 是遭受刑罚 神兴起外敌来攻击他们 而在外敌攻击当中 他们非常的痛苦 神兴起女士师叫底伯拉 当大军压境进犯的时候 底伯拉得着神的话语 呼召将军巴拉起来迎敌 更奇妙的是神降下大雨 因为敌人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战车 但在大雨当中 他们的战车无法动弹 神行走在以色列面前 除灭敌人 大将军 西西拉逃跑的时候 夺到了一个小女子 叫亚裔的家中 而亚裔勇敢地杀死敌人 最后要解释耶华 你从西尔出来 由以东地行走 那时地震天漏 云也落雨 是的 当上帝行走的时候 大地要震动 雨要降下来 要成就上帝奇妙的工作 这一章底伯拉之歌 就是带领我们去看见神的大能 看见神如何为我们除灭仇敌 看见敬拜神 荣耀神的子民是何等的有福 当中特别提到了 许多的支派加入征战 而得胜的行列 也提到了哪些支派 拒绝加入耶华的军队 要被神刑罚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要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 我们也愿意加入上帝的军队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让我们永远不忘记 神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 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 赐下奇妙的平安与保护 求主工作 让我们一生纪念神的恩典 勇敢的回应神 荣耀神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